大麻女神蔡卓一 去年底和王大陸官宣恋情后 她逗留在台湾的期间 就一直住在男友的旧家 日前她被周刊拍到 一脸焦急地跑出医美诊所 看起来情绪几乎崩溃 让两人的分手传言甚嚣成上 所有蔡卓一透过微博发文坦诚 自己只是因为护照和包包都不见了 感到很困扰和焦虑 并非如报道所说的哭了出来 虽然她在医美诊所的工作人员 陪同下到警局准备报案 但在这时突然想起 自己根本没带包包出门 蔡卓一无奈地表示 自己被拍得太丑这件事 才让她好想哭 更于呼吁网友们 别再散播这些照片 祈求大家给她留一点形象 还在周刊拍到照片中 用表情包遮挡自己的脸 对此粉丝们纷纷在留言区 放上原图嘲笑她 看来粉丝们真的是 把蔡卓一当作朋友来看待 才做出这种让人又爱又恨的举动 感谢观看